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什麼?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晚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講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歡迎回來收聽新一集的科技集帥網台版 那今天的字就是…不是那字,今天的集數就是67集 我很想科技產品會用到的那些名字 Note 7 Note 7 今天我們就做Note 7 來到第67集的科技集帥 那今天我們照舊科技新聞 首先會講一些手機的新消息 一些新的手機的情報 然後在這一節的尾就會講科技測試錄 講科技界一些聽完都想笑一笑的東西 講完那部分了 去到Partboy就會有我的電玩新聞環節 那時候就會有若干電玩的新聞 或者相關的東西,就講一下 那今天甚至有一些叫做…不是說遊戲 是說一些叫做電玩界在香港的一些重要消息 那…不過就再講少少台務問題才開始今集 因為近來都有些新的聽眾 加入去收聽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的節目就是雙周形式去播出的 所以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會有新節目放上去 那我們的節目就加一個星期就會有新的集數 例如今個星期,首先在星期二就有老令3D 就是稀小老馬那些時事和各方面的水 那接著到星期四就有科技集數 即是今天大家收聽的節目 而下個星期就在星期二會有動漫戰隊 星期四會有禁區666 那現在我們還有一些新的東西玩 在每個節目出街的那一天 即是星期二和四的夜晚大概十點半左右 那我們的Youtube就會有個直播室 就是YPR放送室 那在裡面就會播出那天出街的節目 那雖然可能在那天較早時分 已經有一個在Youtube或者MVV下載的了 那到時我們的主持都至少有我 那就是在chat room 門的舖頭 那到時各位聽眾想進來和我的主持 即時在chat room 聽著節目吹吹水 又或者是和那些聽眾們大家交流一下 那到時就十點半 逢星期二、四就上去Youtube放送區 那天在我的PACE和吹水區 我應該會再說出來的了 那正式開始今天的節目 那一開始我們做什麼好呢? 說什麼好呢? 我都不知道 那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那對呀 差點來了 差點來了 那我是阿軒 我是南瓜 我是大王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人 現在是多了一條牟尼坐在那裡 Stand by 但他隨時無緣無故被人召走 就是什麼 他隨時被提 所以他就說不要開開 不要介紹自己主持 Manga 我不是說一句 那現在主要我是三個先說 好啊 那什麼都說完了 台務就說完了 自我介紹就說完了 那跟著可以開始說 我們今天的科技新聞先 好啊 那今天是不是要先介紹一些新手機 有部新手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很多大廠 他們喜歡在年頭的MWC發佈會 發了一些新手機 然後上半年就這樣去 是 我記得上次就有 即是我說了 就有Samsung LG 和Sony 沒錯 而這間廠是算是遲到的 但是遲到怎樣都好過沒有 就是在說一間HTC的公司 對 來自台灣的HTC HTC 他出了一部新手機 叫做M10 不是 沒有了M字 沒有了M字 就好像叫HTC10 就是HTC10 對 一部新手機 那麼 出到來的反應 其實大家都不錯 嗯 那麼 之前 他未出這部機之前 那些人說是 Samsung那一部S7 是最完美的手機 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笑 你翻身了 Samsung廚一向都有說這句 是 現在這部機出來 人們就改了這部 所以 所以大家 Samsung廚永世都不會改 大家對這部機的期待 其實都不小 是 那麼 簡單說說他這部機 有些什麼 SPEC左右 那麼 當然做旗艦機 當然 當然都是用上那些 設備 Snapdragon 820 CPU 最新的 有4GB RAM 最高的 nữa 有64GB RAM 嗯 五點二吋 2K門 都說做跟其他 那些韓國廠的 平手 而且機面那裡 就是用了 好像iPhone那樣 2.5D的玻璃 有些转转的转转,转转,转转的转转 看起来这部机的设计比以前HTC 的感觉好一点 整部机的感觉我都看起来挺喜欢的 也有点光阳的味道 以前它做了几部M9 设计我就觉得一般的 那几部好像有点像什么 多些女性用电 所以又专门出一些颜色和设计都好像想走女性向 可能是的 这部机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它走回M7那条路 M7那时候就说有Ultra Pixel的相机 这一部也回归了 上一部它剪掉了 M9那时候剪掉了 这一部就回归了 之前Ultra Pixel被人救病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像素太低 这一部就有一个提升了 就变成了1200万像 变成了好很多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那些人说它那个像素低 但不是出来的成像大家都是觉得好 是 可能跟大家讲一些资料 那部M7它就400万像 但是那时候它强调的那样东西就是它每一粒Pixel 都有吸光量是多很多的 那它说的那个单位是Milm 就是平时我们一般iPhone或者那些普通电话 那些普通电话都说是收零点几 或者是一点头左右 通常是零点几Milm 取写就是它 因为它的辨数很大 但是你那粒Sensor的尺寸已经定了 所以你只能做到400万像 嗯 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然400万像不是一个足够的数字 是 而今次它应该是做大了一粒Sensor 我计算它的数 它那个Milm 它今次出来是说上到1.5的 那没有之前那个去到那么极端 但是那些像素就健康很多了 嗯 那这个是 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取写 它这次是 另一方面我看到它 它优胜的地方 就是由M7到M8 M9 到现在就是它BOOM Sound的宣传 就是它当年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就是它两个的前置Speaker 官方都说支持24bit 远音 高解释耳机等等 那些东西 而它的Speaker我想都有信心 它之前那两代都迷 不是在屏幕上下 它是迷在屏幕旁边 是 那它除了说这个Speaker 继续有它BOOM Sound的招牌 那它今代它内置了DAC 就是有解码在这里 那它跟机的耳朵是支援Hi-Res 嗯 那我没有记错它上代M9 那时候都被人 试过抢 试过有人抢 买它那些耳朵的 那今代看看 就会不会 继续有人抢 那样 另外这陣子很流行的指纹 GSB Type-C 那些相机防震 这些东西它也是有齐了 在这里 那变成了它要有的东西 全部都有了 那另外有一个 它自己说的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电池 虽然它是只有3000mAh 左右的 但是它说的电量出来 就比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多 它说使用的话可以27个小时 它只是它情细 UI方面可以搞到它有27个小时 它说它调整到可以走到27个小时 那这个要再测试 是 那这个要看实机的 当然 但是看见官方好像很有信心地说这句话 是 很貌似 应该没有伏 但是我看见 因为其实也有若干的人 试过机出来 甚至官方也有说过 好像这次来做一个卖点就是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以前搞得太多东西就是它的OS 搞得太多花神 太多花神 现在为什么我很多人对Samsung没有信心 就是因为知道它会搞很多花神下去 什么group play 以前一群人都站在一起 去玩大部机 你可以买五六部同一部电话 可以做speaker 可以一起和一只歌 大家开派对的时候就有speaker 是啊 你知道那不等东西 它会吃光你的RAM 烧光你的电 那样 那这次没记错 它说它的OS 门界面 各方面去整合Google的Android OS 那个整合度都是较大的 所以有很多不必要 无无畏畏的东西 都是会丢走的 我甚至看到有些 网站的 试机报告 拍照 首先拍照 我按了沿途来看 我没有放到很大的 我很简单 我那些照片 它应该是普通的 它是普通的 插件上slap 但是你看到是挺漂亮的 最重要是它有说一件事 这个相机拍照的相机app里面 是没有什么美食模式 不知什么奇怪模式 是没有什么东西 是很简单的一个相机app 变成是将很多 你以前摆了 你不会用的 就丢走 现在就很简单 给你用 占用系统和电量 那方面都会减少一点 没错 刚才说过一点点电量的东西 那我都找回 原来是有些人 就已经做了一些测试 那测试出来的结果又 测试出来呢 测试出来呢 它就只是和自家的相比 一样都是3000mAh的HTC1X9 相比之下多了一粒多钟 那一样都是3000mAh 那算是有一个进步 但当然能否去到它自己的质量 那算了吧 但是都看得出它是有下苦工的 还有这部机 支援了Quickshar 3.0 就算你没有电 你充电都很快进入 嗯 但是说到Quickshar 3.0 刚刚看到一单新闻 有 有趣呢 是怎样呢 就是有Google的工程师 说大家要留意 因为Type-C和QC3.0 是有少少冲突的 是啦 那单东西呢 其实它的点都挺有趣的 嗯 就说Quickshar 3.0 它那个standard呢 就是要将那个火牛的电压 就放到上9V 去到12V左右 这样选择那些电压 让它充电快一点 但是呢 看回USB Type-C它的standard呢 它是用5V的 嗯 那我们平时的电话都是用5V的 那如果你的电压是不同的话呢 那出到来可能会有些危险了 嗯 那它的点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点好像都是 它说出来好像暂时未见 有其他人实证去考察 我就见到有不少的科技网都有 Retreat到这个新闻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差的话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没有人真的实测了 暂时 暂时 暂时是有两部机 是符合到这两个条件的 一部呢就是LG的G5 和刚才说的HTC10 是的 那实际会不会真的 糟糕呢 看看到时会不会有些 有相关新闻 如果有些媒体有订阅 那我们到时就再跟大家 在之后的节目再分享一下 没错 暂时是这么多 HTC10 那我自己个人 就觉得这部机 算是有诚意的HTC 就是我见到它 这么多年 终于有一部 似仰少少的机 都值得安慰 我觉得 我是几个主持自己 暂时想买什么手机 好像是将HTC10 有一段时间摆开了 不将它在考虑的名单里 是 但是这部机看完之后 就另外 叫做重新摆回名单 如果他早一天 要换手机 都可以想一下 不用像去到当年M7神机 你普通通 弄一张照片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像三星 或者 最重要 我真的很欣赏一件事 在现在的隔膜塞了很多东西 那部机 搞好微精的年代 又走去选择破风 我们不会搞那么多东西 那些什么Samsung Good Play 那些什么吃了你半条RAM 都没有 其实潜台词是这句 这变了 这方面挺好的 虽然Motorora 都是走这条路 但是被某间红色企业收购了之后 我都对它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对它颜色 又有点感觉 有点敏感 始终怕可能 若干QC 或者程式方面有些东西 但是近来 是不是好像 还有一部新机 可以再说一下 那就是关于我刚才所说的 红色企业 自己 那就是那间Lenovo 就出了一部新机 嗯 那我不懂怎样 ZUK Z2 Pro ZUK Z2 Pro ZUK Z2 Pro 我懂怎样读 那些英文差 插鼓啊 不要烦啊 你拿这些跟插鼓 插鼓混合 叫住先 不知道 你自己喜欢啊 是啊 那这部相机就是 将它们 中国特色的手机 就发挥到极致的 这个是什么呢 堆SPEC 哦 你想得出的SPEC 全部堆下去 有防水呢 这个没有啊 可能技术真数 820 没错 4G WAM 你太看小中国了 8G 6G WAM 128G WAM 那里面 1200万镜头 是1300万镜头的 对不起 我也是 所以我不认识是买乐赛人 这些数字这么明妙 我都可以猜错 有光学防震 有什么都齐大 是不是有5.2吋 没错 是5.2吋的 又是弧面玻璃 Apple出现之后就出了 估计多一样了 是否有什么 指纹解锁 Nano SIM 有压力 这些是basic东西 这些不需要说 Apple出了什么 就是压力屏幕也有 压力屏幕也没有 压力屏幕也没有 压力屏幕也有 压力屏幕也有说 其实都很确实的 很确实的 因为Google出了下一代 Android的Preview Android N 那些Preview 看到它是支援3D Touch 就是压力屏幕的 是Roomers 但是经验都很确实的 即是现在的机器 还未到N的时候 就可能叫做 不要说我出去住 它那时候就有Lative Support 这样 OK 但是这部联想的新机 即Nano 4 应该有什么大兴趣 想我出来说 它其实有它自己特别的地方 第一样 你平常买 supporter Apple 你需要多买一把手指标 就能够З你心跳 包括这些 这部相机 کے外 李字幕就这样在包括了 持照在座相背后 눈台可以抹 dawn 便可以抹护血压 靠外光测测测测测音 那这个 verk oddly 这相机的人 Charter 这竹子哪些 OK 不用電池爆炸都可以做炸彈 一個頗有趣的項目 手機也很少有一樣東西 事實上真的沒有的 算是一個很獨特的創意位置 第二樣呢 我一看到就笑了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支援iCloud 真的是Apple的iCloud 真的嗎 但詳細他就沒有講 沒有講一些細節 他可以駁上網易版 我看起來都不太明白 他自己也沒有詳細講的細節 可能是有些奇怪的 可能是打錯字不可以射射Google Drive 看看他實際出來是什麼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如果支援Cloud Space是方便人 例如剛剛我們說的HD10 好像都支援AirPlay 我沒有記錯 這部機器是沒有AirPlay的 但是剛才那部HTC10 就有支援AirPlay 我剛才沒有說 它是支援Apple的AirPlay 就是你可以平時用它的聲音 支援那些 即是不一定用i字頭 OS才支援到 原來是這樣 它是第一部可以做到 有點奇怪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可以做到 因為理論上AirPlay這件事 應該要付錢的 所以做 是Apple自己 它不會放給你 理論上 我不太明白 不知道會不會像自己的耳機一樣 可能出一隻耳機 幾個OS全部都觸摸到 那種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要看 如果有聽眾 你可能知道什麼 什麼事就提供iC給我們 但其實它做到AirPlay的話 我挺喜歡 因為它 這個AirPlay是做得好 Android那邊很多 Android那邊Mirrorcast 其實就效果一般 你還要有些外置 有些東西提供才能做到 AirPlay要不要容易一些 AirPlay支援的東西會比較多 除了剛才你說的特別之處 連AirPlay 不不 剛才那個連iCloud之外 那這部聯想的機器還有什麼 有趣的東西 最後一個項目就是它的價錢 SPEC用得這麼厲害 也非常貫徹它們大陸一貫的作風 就是監便監賤 監便監賤成怎樣 它最高SPEC那部 是2699人民幣 3200港幣 3200港幣 聽那個SPEC買到 用3000買到好像很划算 如果你純粹看SPEC的話 它這個價錢是不能輸的 嗯 那麼實際 出到來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那就要看看它 出到來是怎樣 因為它可能怎樣調整到OS 做B-Coding那些東西 都關部手機順不順 支撐到東西 這些真的要玩實機才知道 那個感覺好像將一些 即是 拿你的三千 又是 拿你的三千 拿到F1的引擎 放進駕駛 平時你駕駛的車 再加駛尾翼 那些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你試車會怎樣 到底電背會不會一夜 都脫掉了走呢 那就不知道了 我的感覺好像 平時大王 經常都在說 那些消息交流大喉 吵到死 跑不進去 我經常試過那些飛仔車的 那些 條後槽 拆天 但是別人隔壁送外賣 阿叔踩單車快過去 那如果這樣 真的不行 但如果試出來 可能真的快 不出奇 所以真的等有實機去玩 再說 補多一句 剛才HTC那一部 它就說明了 4月28號就香港發佈 到時大家看看 不要啦 那兩部手機的新聞都差不多先 好 之後好像進入我們科技測試錄的環節 沒錯 OK 大家都覺得 非常娛樂性豐富的節目 第一宗 都是延續我們剛才說 大陸手機的新聞 有一部叫做 萬眾期待的新機 就接下來會出來了 少許花邊新聞 那間就是華為 宣佈與Leica合作的 那部叫做 華為P9 我記得我們之前雜數好像有提過 就說華為加Leica 之類 那時候我們現在想想 是不是買Label貼上去呢 有個科技迷 也要做同一個想法 覺得合作應該也是這樣 但現在這件事有什麼特別呢 就算大家也預料去貼Label 正常都預料去貼Label 但這些公開的秘密 你都不會拿出來說 那些 大家最多 看到拍照OK 那就算了 但是現在呢 就被人踢爆了 就是 實質有證據去說 原來是跟Leica 其實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它是 純粹是真的賣個名字出來 就是讓你貼Local上去 原來它裡面的鏡頭 就跟Leica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哈哈 由一間中國 叫做 Sunny Optical Technology Sunny啊 對 就去推出的 有個鏡頭 沒有關係的 關係的 關係的關係 哈哈哈哈 都是都是 但是現在 都知道這隻鏡頭 會不會是Leica 技術協助 有時候一定要幫忙做的 我不知道 當然官方也沒有發言出來說話 但是現在就被人確認到 它的鏡頭 就與Leica無關 相信它這個Leica效應 都承不起了 因為 你想想 大家聽說 那些鏡頭是來老貨 那樣過來 開心多少 不是強國貨 不知道現在 是強國的Sunny 做出來給你的 立即好像 興趣大減 那個感覺 是不是好像賽車一樣呢 它牌上面就貼著法拉尼 但是變褲引擎 完全不是那回事 有那個感覺 本身都預料到它是這樣的 都沒想過 即是機器都沒開錢賣 就被人踢爆 那些這麼嚴重的東西 即是連那些生產線 都看你不順眼 那樣 真的挺好笑的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得蠻笑 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留意一下 有期待的一些 可以省錢 那些朋友 其實這件事就短短的說一說 跟著這件事好像都短短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今天測試錄的最後一宗新聞 就是很棒的 到時候大家期待一下 現在先說這件事 話說好像我又要說Windows Phone的消息 和測試錄 即是連續幾次的測試錄 Windows Phone都上榜 那這次呢 不要讓他停了 最初是Facebook Facebook的官方App不再支持 之後就好像是WhatsApp WhatsApp就說不再支持 那這次到誰 Facebook就買了幾間公司 包括他自己的Facebook 又WhatsApp 還有接下來說這個 Instagram 是官方Instagram的 官方是一次次宣布出來玩玩 即是怕我們沒有新聞做 隔兩個星期就說一說 等那些混蛋有新聞做一下 Instagram也要官方的App是否下架 下架一定是停止支援呢 下架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正式推出的 這個App 官方一直都是測試的 測了兩年 OK 測了兩年 測了兩年 即是其實沒有人支持 可能一個人去做 就先上去 有Bug嗎 寫測試版就算了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到現在連這個測試版 也都下架了 算了 這麼多事情做 我們叫人做什麼 不要再有測試版 又在那下架算了 不要緊的 丙承回我們早兩集幫他繞的東西 Instagram都有網頁版 用網頁版先訂閱 那電話呢 都有Android和iOS的 都不用選它 不是啊 Windows Phone很厲害 人家最佳支援在辦公室軟件上 你只要多付錢 買一塊不知什麼 就可以變成電腦了 買那些Docking 即是 我自己看下去 即是你給了些錢 不如買其他東西 就好過了 我覺得 真是不淡笑 講起Lumia的機 有些花生東西 講一講 即是測試講一講 話說Microsoft最新一期的業績公佈了 是 它最新的資料顯示 在過去的一季 Lumia的電話銷量是230萬部 全球 有這麼多 對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3% 它的銷量就連跌了兩個月 我真的對於全球還買了二百多萬部 覺得這個消息其實挺 我也覺得是 其實挺正面 挺生命滿希望的感覺 即是還有二百多萬個傻子去買 不是傻子來的 這個 Microsoft在亞洲沒有什麼 在歐洲或者美加可能的聲勢比較好 我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反而覺得這個新聞不是什麼壞消息 不賊 生命滿希望 我對人生人真的充滿期望 那宗新聞下面也附帶了一句 就是在最近一次那個 Microsoft Build 2016的大會 是一句都沒有提過Windows Phone 他們Tablet和電腦買得好 當然是講得好 還沒搞定 不要說了 再好才說出來 自哀順便 只可以講之前中伏的用家 自求多福 Windows Phone的用家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宗本地的測試 本地新聞 本地新聞 我們在做老領 那樣子挺開心 歡迎大家來到老領3D的時間 你們的節目主持人Sunny 一講老領就馬上瀑頭 即是召喚了它上來 當然 是 敏敏敏了Sunny上來 敏敏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 又要給提 那把時間 不過說最近這宗新聞 其實好像 有些可能從事電腦行業的人 笑得最厲害 有些可能叫做電腦迷 科技迷都笑到我 差不多咬老婆 其實本身也是一宗悲劇來的 即是起初的時候 因為有一宗電腦爆炸 起火 變成就搞得很大件事 但問題是電視的引發 有些人出來 有些專家的言論就很笑 即是一有事出 會請一些所謂的專家出來 今次請到的 這個很厲害 是呀 那盒子很長 等一會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會長 你叫我再說一次 我說不到 抱歉 那盒子也很大 名字也不提 他就說了一個非常之 驚天地泣鬼神 比那部電腦更加爆炸的言論出來 他就說 電腦爆炸最常見就是 煙壓器 即是火牛 過熱 而過熱的原因 就是你裝得太多軟件 以及儲存得大量的上面 增加火牛的負荷 所以就會短路爆炸 哈哈 我批你呀 我 我的手機 好像都裝得七一八八 那我是不是 即是 你死硬了 岩哥不好意思 我死硬了 今天是岩哥最後一次來用 我們開咪 我要寬送岩哥 待會要做一個 周星馳那種 安心上路式的揮手給他 即是原來現在做土製炸彈 真的很簡單 你買一部電話回來 買了一部電話 買了一部電話 入油 恐怖分子蒸汽油彈入油 我認識那個樣子 家裡有個拉斯 有四隻 4TB的拉斯 加上16TB 塞滿了 他那一爆 家產這些 是黑洞的 對 我怕他會爆上來 連他住新街 整個新街都會有波及 不是他簡直是 反物質核子彈 那類東西 即是地球滅亡就是這樣 對 弄黑洞出來 吸氣了 世界最後之日 北韓那些 那些核彈 那時候有些拍照 看到他們的電腦是沒有開機 沒有插電的 那些電腦大家笑錯了 根本不是用來用的 他都入滿了這些東西 準備卡車 就運到南巷那邊爆炸 即是所謂大殺雙力武器 不是那些核彈 是這些電腦 是啊 入去的照片 巴拿文件這麼大一宗 2.6TB 多容易爆炸 所以巴拿文件爆上不是很麻煩 現在不是很麻煩 噢 死定了 你們天才 原來這樣就是 真是震驚整個電腦業界 以後有人打去問一些做IT的朋友 我們公司這層樓 電腦真的儲存了大量公司的相片 另外一個很危險 你需不需要上來 叫個拆彈專家上來跟進 這樣 變成可能拆彈專家 去混合電腦業的人 那些人的工作就真的很慘 當年Hedison當然死得慘 是啊 有記者的照片 做的攝影記者都很危險 好像戰地 相機都怕爆炸 像戰地記者一樣 記憶卡拍窩檔 你窩檔 這麼蚊大一張照片 還爆到你全家屬嗎 真的糟糕 那時候看到這則新聞 我們想起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還在買Laptop的年代 還有什麼Laptop的年代 我記得在大陸看過一個Laptop的廣告 就是有個教授在介紹 那部電腦怎樣怎樣的 然後旁邊站著一個類似Lammo 在那裡附和一下它 然後Lammo就爆了一句 哇 我們分了三千張照片 看你終於沒有改編過 哈哈哈哈 我笑得很糟糕 你什麼沒有改變過 重量沒有改變過 看我三千張照片 重量都是完全沒有改變過 哈哈哈哈 我笑得很糟糕那時候 好厲害好厲害 那個正的程度呢 在拍攝當年某個明星 在MPV放病毒 他下單一隻MPV拿去電腦 那些 是 不知道什麼不用56k已經夠了 五個幾個是Fan 56k那個人真是經典 對 這時又令我想起一個無線的電視劇 我已經不太多用電視劇 我自己是宣搖威助 沒有幾種妹妹 好像說 好爺 算他哥哥是做IT精英 就是電腦界人才 然後跟我妹妹說了一句 妹妹我幫你電腦 新螢幕新鍵盤打幾個快點 多謝哥 對呀 多謝哥 這個小妹妹 我第一次太笑了 到我回家 我當時還看無線 那時候我還在現場 奇怪 新螢幕新鍵盤打幾個快點 你還電腦界精英 你吃屎嗎 雖然說裝了44hz 真的打幾個快點 但也不是這樣 那時候還沒興趣 那個螢幕不是44hz 還是4比3螢幕 不要玩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 所謂的media 應該要找專家說句話 才特別有說服力 那他寫一句話才是 叫做一句說話 Gimmy經常覺得 我不找專家出來 繞一繞說一說話 加一加進去 那句說話 就沒有可信性 但問題你一看到 找專家出來 可信性在哪 有什麼可信程度可言呢 他可能想做聲音 好像這個念力清病毒一樣 嘩 某個網台 電腦零病毒 真的可以做到 Fancy俱邪 Fancy俱邪 越陽俱軌 電話俱軌 150元幫你做ICQ 所以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真的不可以做權威崇拜 大家 你過分崇拜的權威 最後你又隨時自己 整身矮 可能有人會跟媽媽說 你的電話 不要閉上 很危險 那你就笑了 科技新聞的環節就叫做 由這個 狀態的程式和相片 會搞到電腦變壓器爆炸的 天才言論就算作結了 跟著回來 就說一些 都是很影響你的安全 因為我會講遊戲 那你講電腦遊戲 你妝礙一下 應該十幾二十GB吧 相信到 都大小 都是核彈的 level 那一會回來 我就說一下電玩新聞 有聲就先 聽我們的節目 你的電腦都會爆炸的 電腦大爆炸 其實你聽我們的節目 很危險可能會爆炸 所以要記住 要介紹給三個人聽 你多三個人聽我們的節目 那你就會健健康康 讀書也會聰明一點 還有你不用下載的 直接上我們YouTube 這樣安全一點 對 用小一點你HDD的位置 你要再安全一點 可以多覆更多照片 再聽幾次 那就很安全了 那我們 暫頭回來電玩新聞 還要用金居六六的語氣作業 哈哈哈哈 下次回來啦